欢迎收看平心而论 是的又来到了点评的时间 今天我们要点评的 就是来做一个及时点评 关于财政预算案 今天还是有来自 新州日报东马区的 副实行编辑何丽萍 哈喽丽萍你好 嗨Christine好久不见 我们看到 2021年的财政预算案 就是有今天在星期五 就是有财政部长东姑 塞夫鲁提成 而且其实这份预算案 它也可以说是一份 针对疫情 就是个冠病疫情 如何去帮助人民的 一份预算案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说 这个预算案当中 有几个重点 那这一次的预算案 将会拨出 3225亿4千万令吉 那所有的卫生部前线人员 是可以获得一次性 500令吉的援助的 对那么这一次的 这个财政预算 就是我们针对 明年度的财政预算 其实我们还是看到 我们的行政开销 比这个发展开销 还是高出了许多 这个行政开销 就占了超过70几巴仙 那么刚才你有提到的 就是说他们有给 这个前线人员 一个500令吉的一个奖励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因为这个前线人员 我们都知道 他们现在是真的是非常辛苦 500令吉 其实对我来说 还是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应该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更多 我觉得人民也是不会有任何的怨言的 是的 那另外我们也是有看到说 就是在这个裁案 其实还没有再提成之前 财政部长 他其实是有去会见 各个政党的领袖 代表来去商讨这次的预算案 就可以希望说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这次的给东马的拨款 下个月其实就获得了 45亿令吉的拨款 那商计获得是51亿令吉的拨款 那这些东马的拨款 其实是用在这个发展基本建设方面的 对 那么其实我是很相信 我是比较是希望得到 这个国门政府的解释 为什么这个在这一次的 这个财政预算案呢 上二月得到的数额 还是不及这个沙巴多 就是还是有差距 跟在西门时代 还是一样就是沙巴得到比较多 那么是不是因为是 沙巴现在正在面临疫情的 这个很大的打击 而必须给它更多的拨款 来发展它的基本设施呢 那么这个就留待这个国门政府 去这个做进一步的解释 不过我想要在这里提一个 就是我觉得这次的财政预算 让我比较失望的一个点呢 就是这一次国门政府 竟然没有拨款给独中 那么这个是西门时代 虽然是说数额不多 但是就是一种是一个标杆性的 一个意义嘛 那么这一次反而是国门是归零了 或许他们会想要把这个交点 就是放在如何去帮助人民 度过这一次的疫情吧 比如说像是之后呢 我们就有看到就是政府也是允许说 这个让失业者就是从这个公积金的 第一户头每月去提取500令吉 可以长达12个月 那总数呢就是6000令吉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这一次的这个预算案呢 很多它是比较注重在 冠病疫情 对是 可以的冲击 然后要怎么样去帮助 但是在公积金的这一块方面 你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他这个这次你看他给了我们笼统来说 就是还继续派遣嘛 那么他这个继续派遣呢 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疫情 对这个整个经济都带来这个很连锁的 这个很甚至我们可以说是骨牌效应的 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各行各业 不管是你是什么阶层的人民 我觉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那么这一次呢 会允许从公积金第一个户头呢 提款每个月提款 500令吉 也是我相信是政府已经意识到很多人 现在是真的是 钱是非常非常的不够用 如果他再不允许人们是用拿自己的积蓄的话呢 我想可能明年整个这个我们的景气都会是非常非常的差 那么是不是可能是因为明年也会失业率是非常的之高呢 我觉得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不过呢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就是允许去用这个公积金的第一户头的里面的那个钱的话 其实是等于花算是未来钱 对 那你未来的时候你的手头如果还是很紧的话那怎么办呢 就没有积蓄了耶 对这个其实就是蛮令人担心的一点 如果是说这个只是暂时的应急的一个措施可能只是一年里面让你允许这么做 那么接下来就不能够那还好万一就是说要延续几年的话 比较担心的就是国人的积蓄 现在已经很多的这个数据都显示我们的退休金根本是不足够的 那么又允许这个提款的话 我觉得真的是会更加的这个加剧这个问题的严重了 嗯好那另外我们有看到说就是这个政府呢 就会发放电子钱包 听起来好像就是大家还蛮期待 就讲说哇有电子钱包 不过这一次电子钱包就有别余网了 就是因为这次的电子钱包呢 只是针对给18到20岁的青年人而已 对啊 就会有一些人或者是大部分的人就开始有点失望了 啊怎么会这样 怎么只是给18到20 像你跟我都没得受惠嘛 对不对 其实我在想你这个电子钱包倒不如给那个中上 中上年级的人 因为才是他们是真正需要多鼓励去使用这个电子钱包 年轻人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他们多么容易就散手 反而是年长的一辈 对接触这个可能还是有所保留 嗯可能就是或许应该要啊除了给这个青年 因为或许他们还没有就是开始步入这个社会的职场去工作啦 可能政府也希望说可以帮他们一点的这个援助 但是也不要忘记其实像是年长者退休的啊 他们其实也是需要这些财务上的帮助的 对是的 对 好了这次的平行而落呢就来到了维生 再一次还是要非常的谢谢丽萍 当然同时也是要谢谢你的收看 谢谢观看